德国首都柏林动物园 星期五宣布 旅居德国的大熊猫 梦梦淡下了双胞胎幼崽 这两只幼崽的星期四出生 体重分别是136和169克 身长14公分 性别还没确定 在柏林动物园的 院长说他非常欣慰 两只大熊猫又在出生的时候都非常健康 虽然他们事先就做好了梦梦产子的准备 但从怀孕到生产只过了11天 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不过接下来才是关键 大熊猫出生的时候没有毛发 全身都是粉红色 他们典型的黑白毛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形成 感谢观看